沒有忘記你的任務 沒有 要聽可憐的故事 可憐 好像很可憐 第一棒誰要先來 我是演藝娛樂業是全庭 全庭之外是全部都取消 然後更慘的是 我原本有一部戲 我在疫情前去訂裝 我是要留鬍子的 結果訂完裝了 就是這個造型了 結果進入疫情時代 然後那個戲沒有辦法 就停到現在 我的鬍子還在 所以我的鬍子也沒辦法把它剃 然後重點這部戲 我是去 換了客串一個角色 然後我要 造型要一直維持著 然後現在戲又停拍 所以你看 造型也受到影響 收入也是零 然後我唯一一個主持工作 你有稱之你嗎 有 還有 主持人 是還沒有違解 還沒有違解風之前 我們是完全是停擺 而且台式還寄給我們一個 證明書 而且我們那個 這個聽起來還沒有很厲害嗎 真的沒有 我再跟你講一個更厲害的 來 我是你們這一個 節目主持人認證 因為我在疫情期間 因為真的都沒有工作 然後我就成立了一個頻道 當了YouTuber OK 因為我以前是學傳播的 所以我很喜歡拍東西 然後反正我想說時間很長 我就自己拍東西 因為都停工了 自己的頻道不會停 就自己拍 然後拍完了 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我就寄了一個影片 給心美姐看 我說 心美姐 你看 你覺得我是不適合去當幕後人員 心美姐說 去 我心裡想說 不是應該要外流一下嗎 就是說 你的外型這麼優秀 還是留在幕前 沒有 他就鼓勵我去做幕後 乾脆轉戰 對 你知道那種 多心碎 總之心美姐就是大力支持 我去做幕後 但是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的那個頻道現在 那開營利聽起來應該很開心 對 對 因為到目前為止 開了營利之後 我到現在每天都在刷那個手機 我的那個營利的累積數目 還是零 蛤 你是創多久 對啊 一個月吧 一個月 一個月 營利很強了耶 一個月能營利哪裡慘 對啊 可是還是沒有收入 然後你看我演藝工作又停了 還好今天有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故事 最慘的故事 所以我還賺到一個通告 就跟你們一樣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 你多了一個技能 對啊 很厲害 我才知道 今天還開始營利 開創事業第二組 他很會剪接 然後音效 他連收音就是 有 他剛剛有給我 很多細節 我覺得他都很注意 然後來點議 我可以封鎖 你不想試 我可以封鎖 現在就好 有一個空氣 我可以封鎖 然後來點議 有一個空氣 我可以封鎖 你不想試